硬的東西如何變軟呢? 我們會加一些素化劑的問題 素化劑的份子的樣子 有點像我們人類的女性荷爾蒙 我們會刺激到一些組織過度發展得更重要 或者會導致空暴或者卵巢有些問題 即是高溫度的東西你不要買奢侈了 不是,逃回來可能200元 買祖國貨200元 比你買外國牌子700元 我一不使用,我只用700元 各位健康媽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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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們日常生活中牽涉很多塑膠 塑膠大體上,如果根據物理性質 就可以分成硬膠和軟膠 但有時我們有些特定的用途 明明就是硬膠的物體 我們都需要它軟了來用 例如很簡單,PVC 用來做電線或水喉 做水喉時是硬的 但如果做電線時 外皮需要軟 這時候就有一個難度 硬的東西怎樣變軟呢? 我們會加一些塑化劑的問題 簡單地就當作塑化劑的分子 就可以夾在兩條 我們平時的塑膠的分子之間 就等於一些滋滑劑 令到本來塑膠的分子黏住 但塑化劑夾在中間後 就會令到它柔軟了 例如我現在的手錶 其實我的錶帶是必須要柔軟的 但其實柔軟過程 我便會加了塑化劑 當然你可能會問 我原本用其他軟的塑化劑 可以嗎?不行 因為PVC有一個特性 它沒有那麼容易著火 還有它有一個叫做防天氣變化 其實科學家很早期用塑化劑 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沒有想過它對環境有問題 因為這個塑化劑最大的難題 就是它會慢慢在塑膠上滲出來 而塑化劑是柔軟性的 可以隨便穿過我們的皮膚 後來發現原來已經太遲了 其實舊已經不能夠了 因為這個塑化劑已經全球都是 塑化劑其實分子的樣子 就有點像我們人類的女性荷爾蒙 或者其他生物的癡性荷爾蒙 如果有了這些荷爾蒙 對我們身體會有什麼問題 我們會刺激到一些組織 過度發展得更重要 或者會導致胸部 或者卵巢有些問題 你說大致上會不會100% 導致有癌症呢 我又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癌症成因就有其他 有很多的因素 有些是環境因素 有些是遺傳因素 大致上你增加了這個女性荷爾蒙 在環境上吸收的女性荷爾蒙 又可能是高了機會 在十歲以下玩玩具時 吸收了很多這些女性荷爾蒙 可能對我們的髮肉就會有影響 可能胸部突然變大了 或者聲音變成女性化 其實更加看不到的 就是我們平時接觸的物質 是塑膠的東西 例如我剛才說的手錶 我已經吸收了 又或者我家裡的拖鞋 其實都是這個物質 我家裡的拖鞋是貼物 穿拖鞋我沒有可能穿密 長期碰住它就黏住它 有些很便宜的墊 其實最便宜的是PVC PVC就是我們平時叫三號塑膠 這種東西是挺麻煩的 通常都加了塑化劑 甚至我們平時的手袋 人造皮 全部都是PVC 我認為每天碰到 最少都碰到幾十分鐘 但如果這些有塑化劑 都比較麻煩 還有一種也比較麻煩 就是我們的飲水瓶 透明飲水瓶是PVC 這種東西我們會覺得 它比平時的水瓶更好 因為它是很硬的 但硬得來有柔軟性 不會掉爛的 通常都會加上塑化劑 在做這個瓶之前的PVC塑膠 是硬的 好像我們的CD碟 或者DVD碟一樣 你做到瓶是軟的 一定加上塑化劑 盡量少接觸 那些叫六號塑膠 PVC其實不只是塑化劑 而是Polystyrene 其實是我們是發泡膠的 發泡膠本身都是硬膠的原料 即是PVC 放迷你月餅的一格格 按下去 它最容易明白 它本身是逐一地透明 但你一屈面都白色 這種膠有可能 如果你摸到它硬 它就沒有塑化劑 但如果你摸到它軟 就有塑化劑 塑化劑會溶在柔 你的月餅也是柔 有可能你又不小心吸收 我說回以前 因為我不想說回現在 因為怕會攻擊到人 其實我在日本吃杯麵 發現杯麵有兩種物質 一種杯麵是貴的 用紙杯做的 另一種就是發泡膠 便宜的 你自己想想 發泡膠這一類 其實會溶在油 現在雖然說不 我們很少用發泡膠 很多時候用白色盒 白色盒就是剛才我說的 屈種會變白色那種 那些都是PS 簡單來說 3號、6號、7號塑膠 這些是可避則避 因為那些外處要過很多年 才發現 我們只能夠避 通常看瓶底 它有三角形 它會引起1、2、3、4、5、6、7 其實我們危險的就是3 其實應該是最危險的 我想有8、90%的機會 中焦就是來自3號 3號的如果硬 你就不怕 怕的就是軟 因為這個塑化劑在軟的環境下 你可能會被誤用了 安在一些平價的水壺 或者一些接觸到水 我們用來喝的東西 那些便宜的暖水壺 有什麼問題呢 如果水管有PVC的話 你高溫度放得多些塑化劑 其實是危險的 你高溫度的東西 你真的不要買貼物 你可能逃回來200元 買早國貨200元 好過你買外國牌子700元 那我不用 我只是用700元 我們有時候買一些便宜的洗頭水 那這個瓶你也不要主意 它是一些漂亮的塑膠 簡單來說 有些人說 我試過買10元一支洗頭水很大支 其實瓶都是成本的 那你自己想想 那個塑膠的安全性 貴的就未必是好的 但是便宜的 它在各方面便宿水 就會導致到有機會 用一些劣質塑膠的塑膠 但是有一個方法你很容易知道 你用完之後 你發現如果那個瓶 我的瓶用了一年都不夠 會龜裂的 那些就是劣質塑膠 有可能龜裂的原因 就是它的塑膠已經走了 又或者我摸下去的瓶 原本是光滑不黏手的 過了一段時間發現 為什麼我摸下去的瓶這麼黏手呢 那也是有些塑膠真的走了 如果大家覺得今天的資訊很滿意 請訂閱健康媽媽這個頻道 還有留言LIKE 再見